如果说这个司法工作都不要做 那万一纯心不良的人 贪生是重的人去做这个司法工作 那不是更黑暗的吗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补充 当然这一位修行人是认为 这个司法工作如果错判了一个命案 这个会招来杀生之后 这是事实 所以这位修行人他就是说 以义房为前提 说是这样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一个朋友就讲了一个事实 所以他的朋友的面夫姓东 是学法力的 这个冬天的东 这个东姓的这位人 他在司法部门工作二十多年 后来派在劳动教养院 这有点像我们台湾的少年服役院 感化院之类的这种单位 叫劳动教养院 做单位的所长 就是领导 在那里工作 平常他其实也算是不错 他这个地方写的资料说 工作是很实惠 实惠就是说他可能这个单位的缺非常的好 当然有劳动教养院的人年的家族 常常会去探监 当然就会送礼 送东西 送吃的 甚至有些可能会要求一些特别的待遇 可能就送钱 但是这个信东的 他其实本身也不是很爱钱 他也不是很贪 但是个性可以讲说 太水顺了 太水和了 他也给大家都能过头去 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老好人 而且还会做一点事的 肯办事 但是他在此的时候 发生劳动教养院 堕屋事件 结果有人被打死了 虽然这个案子发生以后 不是这个信东的人亲自打人 打死了 但是是作为领导 他管理上不当不言造成的 那么劳动教养的人 有人在里面可能会 就像我们台湾的建立里面一样 有人就会在里面当老大 听说黑社会的人 被关进去建立里面 他在里面还是继续当老大 下面还是有罗罗在护视他 他还是会用一些特权 比如说会面的时候 贿赂那些看守所的关联 台湾也都抓了 整个看守所都被抓光了 那些监狱人 管理人同步被抓了 为什么都有问题 所以这个都有可能 结果劳动教养的人 有人称霸 或者被内带惊喜 台北这边 我们台湾也有发生过 他明明知道 这个信东的明明知道 但是他就是不管 他认为说 让他们自己管自己 换句话说 那些患人自己管自己 省独管理人脸会心 这个我给你讲 会造业的 会杀人吸毒的 会判刑的 会窃盗 这些都有很重的业 如果你常常到监狱里面 去做红华工作 你就会感受得出来 我有一次到屏东建立 去讲因果 他没放出来听因果的 还不是重刑患 是一般刑患而已 一般比如说窃盗 或者毒患里面吸得比较轻 会像安维他命之类的 我在现场讲因果 我就深深感受到说 他们的磁场 毅力非常非常的重 那个磁场之强 超乎我们的想象 跟我们的恋佛道场 我们听见道场 就完全不一样的磁场 所以万华为心照 是确实是如此 所以这个信东的这位领导 他看到教委里面 有人称霸内带 他明明知道 但是他就是不管 他说省得管理人脸会心 而且到处都是这样 所以他也不去制止 反而变成荒重的情形 一次造成这个 遗憾的事情 就是造成命案 后来他出事以后 他为了隐瞒这个事情真相 他还向上级承报说 这是意外死亡 扯个房 掩盖过去 那这些劳教人员的家属 跟上级一点都不知道 那事实上掩盖以后 对信东的前途 也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但是就在这个事情 发生没多久 就是这个病案发生 以后没多久 这个信东的领导就生病了 生病 他是生什么病呢 他生胆结石 胆结石他不能够去上班 后来生病以后 竟然一病病了七八年 他的胆结石位置很透视 本地不能做首饰 后来他到上海去做首饰 联首饰会 赔付会 总共赤字 花了十几万人民币 虽然他单位有给他一部分 还有医保报销一部分 但是他自己要掏钱 最后回家要休养 容然不能上班 因为他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了 除了他的真正 他的朋友以外 没有人去看他 而且工资也不能全部拿到 他的侄女也没有工作 他家庭生活也进入困难 进入困难 他自己感慨万千地说一句话 他说司法工作不好做 一不小心就造恶业 果报实在是太大了 他自己已经知道了 他已经知道 他造了一个恶业下去了 以上是真实的案例 跟这个很像 我们很感谢中国大陆这位编辑 泰山感念片新增的这位菩萨 他这不具名 好 拼折山沟